i的这个...这个信号的数量刚好是i的2倍-1 所以我的方法1是用第一个方法 后来我发现这个还有方法2 方法2是什么?因为我看出也固定规则 什么规则?刚好信号的数量 刚好是1 3 5 7 9 然后11 13也就是刚好是奇数 那奇数的话各位有没有印象 前面有没有写过类似 就是说加总那个奇数部分 那我们重点就是加一个step step的数量就是间隔2 所以我后面又写了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方法2部分各位可以参考 那我就是什么?在这边的话 因为刚好1 3 5 7 9 最后的话刚好这个是25 所以我把range改成1到26 因为到25停下来 然后这个step部分的话把它改成2 这样其实好像似乎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1 3 5 7 7 信号部分OK 那可是不OK的就是空白部分 所以呢我们如果呢 修改了range之后的话 我只要再改那个什么? 改那个空白部分的话 其实也可以OK啊 这个是方法2我想到了 第二个解决的方法 那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第一步 把上面的本来是1到13 改成1到26 因为大概25停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step中间间隔的部分呢是2个 OK 那当然另外第二个可能要改中间这个空白部分 如果不改的话 比如说我们原来是什么 原来的部分是13-i OK 13-i 那如果你用原来的执行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信号前面的空白就不准确了 OK 因为呢我们i改了 所以呢如果你13-i 那就会出错 第一次应该不会错啦 第一次的话13-1 那就是12个空白 这个应该没错 可是第二个就会出错 因为第二个的话本来应该是跳2 可是它现在变跳3 那3的话呢 13-3 那就变10个空白 变少了 好意思是越来越少越少 所以跑出来的形状你会发现 它就变歪歪的 所以哦 再来我们其实只要解决什么 前面空白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那个数量该怎么减 其实后来 当然我想过啦 刚好其实跟刚刚的那个逻辑有点颠倒 就是刚刚是i乘上2 现在变成说i要除以2 因为刚好上面的那个 上面的数量刚好是两倍 然后怎么 刚刚是-1 可是这边的话要加1 因为它空白少一个 除以2之后少一个 所以要把它加回来 另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如果我今天是1的话 1除以2分之1 加1 1.5 不对啊 那如果是 改成3的话 变成说 这个也有小数点 变成这个 变成2 所以小数点如果要去掉的话 记得哦 我们最后呢 当然因为你要乘上 你如果要乘上一个字算 你不能用小数点 所以记得哦 我前面有包一个int 也就是说呢 算完之后 把那个小数点位数呢 无条件捨去掉 这样有没有 这样其实也可以啦 那把它做完之后啦 其实执行结果会不会一样 诶 最后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主要是告诉各位 当然你不同的思考方向 其实得到的答案也许是一样的 可是呢 那个计算的那个逻辑 就是公式程式 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哦 请各位可以给各位参考 当然至于哪一种写法比较好 其实我一直强调啦 其实你自己想出来是最好的 OK 如果你自己想不出来 没关系 你可以参考别人 那那个参考的答案里面 哪一个你最能够 这个什么 最能够接受 相容性最高的 那当然那个是最好的解法 OK 至于哪一种 我想给各位参考 所以我有把两种解法 都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第十二页部分 给各位参考 那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有关 等药三页两种解法 我刚 我自己是比较 因为两个都是自己写出来的 不过自己 比较习惯的还是方法一 所以我把方法一放在上面 方法二放在下面 方法二放在下面 因为方法二比较麻烦 主要在这里 因为你必须怎么样 变成上面是用乘的 下面就用除的 上面用减的 下面用加的 另外呢这边还要加一个INT 因为你要计算的时候 不能有小数点 OK 如果有小数点那它出错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要特别的小心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就是 那个坏回圈 就是缝回圈跟坏回圈两指之间有什么差异点 那我们拿那个之前做过的练习 拿来做个修改 让各位了解一下 到底缝回圈跟坏回圈的最大差异在哪里 那我们拿那个之前缝回圈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缝回圈跟坏回圈 第一个 其实主要有三个地方不同 哪三个地方不同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缝回圈 我们后面通常是会带一个for i in range 然后会有一个初始值是1 结束值 结束值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字的前一个就99 另外的话呢 后面其实豆点 理论上应该豆点1 这个叫step step的话呢 就是间隔多少的这个数字 那当然如果你是预设是1的话 这个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当然我这边把它加上去主要让各位了解 如果你今天要把for回圈改成坏回圈的话 变成这三个 在坏回圈里面 变成要把它分散出来 怎么说 第一个的话 初始值在坏回圈里面没有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如果要加一个初 你要把for回圈以这一题来看 你要把它改成坏回圈的话 变成你要改三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 你要把什么 把那个初始值 i 等于 1 变成你要把它怎么样 写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这个 初始 放的位置在这里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把for改成坏回圈 我这个把它注解一下 我把它不要删掉 那你就把这个本来是for改成坏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成坏 空一格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本来是停止的位置 第一个条件在这里 所以这个第一个差异 第二个差异是说呢 我要在哪边停下来 所以特别注意 后面的话是一个逻辑 逻辑的话 那个画回圈的话 当什么条件 你会进到回圈 进到底下这个计算 所以当i怎么样 当i小于100的时候 好吗 ok 好 那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 第一个差异是什么 把那个初始 放在上面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条件哦 这个是要结束 所以意思是说 经常性的一直不断判断 第二个不一样 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 step 这个step 如果当然for回圈 你可以不加也没关系 可是在后来回圈 一定要加 因为如果你不加的话 i等于1 它跑一次之后 下一个i还是等于1 所以呢 i永远都等于1 它不会跳2 不像for回圈 会自动帮你加1 ok 它是预设的就有了 所以哦 第三个差异就是说 后来回圈里面 你必须要自己 让i这个值怎么样 去累加 所以后面变成你要自己加一个 计算就是i等于i加1 也就是说呢 你要让i这个值 加了1之后存回去 加了1之后存回去 ok本来是1嘛 你跑一次之后累加 然后就是什么 当这个i等于1的时候 加了0嘛 所以把这个0加1的结果 放在sum里面 sum里面变1嘛 然后呢再让它怎么 加了一遍2 存回去 ok 那这个等号的话 意思说 把后面计算结果 存到前面去 这个可能要 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 那个for回圈 改成画回圈 真麻烦 第一个 初值一定要有 放上面 第二个逻辑一定要放这里 第三个的话呢 你步进值一定要加 因为如果你没加的话 它就会造成这个回圈 会变成所谓的无穷回圈 那无穷回圈 意思说跑不出来的意思 ok 所以三个地方 它变成要分开来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改完了 那我把这个最后的执行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执行的结果 应该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计算总和 4950 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 以这一题来看 你会发现 老师这个地方 如果用画回圈 相对比较麻烦 对 没错 所以有些地方 适合用FOR回圈来写 如果用画回圈写得出来 但是不适合 ok 你又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用FOR 其实也没有啦 其实我发现 有的人就习惯用画回圈 他即便再麻烦 他就喜欢用画回圈 那有的人就喜欢用FOR回圈 ok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像这种写法 也是没有说一定绝对要用哪一种方式来写 那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总共会有三个地方 1 2 3 三个地方不同 所以呢底下的部分的话 也是雷同 其他当然在画回圈里面 如果说你要让他停下来 一样会有break 会有continue 所以呢 假如说呢 我希望呢 把那个 我们之前 像你这一题 加总这个 当然你可以把它什么 改成File之后 你可以把它另存 也许你就把那个另存的部分 把那个档名里面 当然你不要直接存 因为存的话 就变成 本来是FOR变File 也许你可以 把档名加一个什么 加总1到99 底线 我建议 档名里面的符号 尽量不要用那个 除了底线以外的符号 程式也是一样 要把它加一个底线块 OK 那另外的话 也许请各位 再把 之前我们写过的这个 这个画回圈 不 那个99%法表 请各位练习一下 如果我今天想 把那个99%法表这一题 的FOR回圈 改成用画回圈可不可以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可是要怎么改呢 OK也许请各位试试看吧 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我希望说 请你帮我 把那个 这一题的那个FOR回圈 改成用 画回圈来写的话 那该怎么改 一样三个地方 掌握一下 把画面再 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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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